我们继续讲白色规矩 白色规矩我们未正式讲过纵之前 我们就要讲个概念 因为纵很短 但是纵讲到来才解释就迟了 维色的概念总共有几个 孟法维色 就是我们讲了维色与科学 和白色在哪里 五位百发 我们上次讲了 五蕴的生心是怎样下来的 五蕴百发 蕴处戒三科 五蕴十二处十八戒 我们已经讲了 现在讲种子和现行 种子起现行 现行生种子 我们就揭去这个 在港语的最后面 因为那里有一张 是专门讲维色的概念 这里讲的种子 种子比较详细一些 这个在港语里面的三十页 第三十页 文化的种子 那里开始 种子 现行和分杂 文化遗识 我们要知道 究竟什么叫种子 以前的人都很难说 因为以前的科学 未进步 我们现在的科学 都未进步 到可以讲维色的 但是呢 比以前好一点 其他科目 就很难说 你说禅宗 天台 花盐 你看古德的东西 就比现在讲的 古德的东西 正量救迷 现在人们没有什么正量 你说到正量 那当然是看古德的东西 但是遗识来讲 就不同 所以有生遗识 这个同时历醒了 生遗识 不过生遗识 都不是由科学观点来看的 所以我们呢 遗识是日生月异的 因为为什么呢 人类对这个宇宙的认识 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变成了有生的解释 即是有生的解释 那不能够呢 拿个成遗识数记 那些 拿一些古书出来 看 看完之后呢 你猜它说什么 那这个呢 是什么的 是不是很 很适合这个实际的 所以呢 其他科目就不同 这个 禅宗啊 天台啊 花盐啊 这个 你都可以看古书 但是遗识呢 古书呢 就不明白的 因为遗识本身传进来呢 它分开十家了 已经有十家注解 每一家都有不同的注解 那我们讲到种子呢 也有三家的注解 三家都不同的 大家只是提出一个假设的理论 那我们现在也是假设的理论 因为波学未进步 究竟我们的种子在哪里 那我们上一次呢 讲过白色 白色 漫发遗色 什么东西都是由个白色 变出来的 由个种子变出来的 那这个白色里面呢 白色是什么呢 白色里面有些种子 所以我们要讲种子 种子和现行的关系 所以这一科呢 是很重要的 即是种子很重要的 种子呢 即是白色 蒂白色里面的种子 种子 种子是蒂白色里面的种子 那我们讲人呢 去后来宣作主翁 蒂白色 蒂白色是一个形态形成场来的 那我们去后来宣作主翁呢 出了去的时候呢 那个波波变成能量球 因为你要一样东西 固住你的业才可以的 要不是那些业撒乱了 你的业 我的业感就好着数 那大家 我都想和李嘉诚撒乱他了 所以呢 撒乱了你就好着数 所以每个人自己的业 是要一个地方 专门控制你的 那你的业 你是伪人 那些业当然大了 那波波也大了 你是普通的人 吃饭饭教看电视 那波波也小了 当然了 出了来波波也小 就是看人家对这个世界的贡献 如果你贡献越大 是神的 那波波也大了 威力大的波波也大 威力小波波也小 威力纯的 这个力量就纯了 这个波波还有不同色的 波波不只是我们看到的是白色 其实白色是白叶 是好的叶的意思 这些看到的东西多数好的灵界 那些黑色的你看不到 黑色跟那些默色一样 因为有五颜六色的波波 所以出了来之后 它就会进入生体 进入生体 它变成两部份 一部份 就变成了我们的DNA 因为它要耿有缘的父母 这个DNA 会变成我们的增体 这个DNA DNA会变成我们的身体 将来 这是钢细胞 这个钢细胞 这个钢细胞 会变成我们的DNA 所以它进入到钢细胞 有父母的遗传加进去 加上父母的遗传 加上母的遗传 加进DNA DNA 一个DNA 就发展成我们 有六十亿个DNA 我们人有六十亿个DNA 充满整个生的了 第八色 它一部份 就做了DNA 因为它进入了DNA 至少找父母的遗传 你上一世是应该有钱的 父母也有钱 你没有病 就看你父母 跟你有缘的父母 多数都是来报恩 报仇 报恩报仇多些 报恩报仇加上你自己的业内 无冤不成夫妇 无仇不成父子 有些真是报恩报仇的 有些呢 有些呢 它是有遗传病啊 有成的 就是这些东西 你不会说 你不会说 无端白事去做的 所以业呢 业的性质呢 总共有四个 业呢 业决定一切 业呢 有四个专责的东西 业决定一切 业决定一切 BCE 第二个呢 这个 所没有做到的业呢 是不会碰到的 业会增长庞大 业会增长庞大 Ок 第三呢 没有做的业呢 没有做的业呢 是不会碰到的 那第四呢 做的业呢 是不会亡失的 就是不会亡失的 那第一个 业决定一切,所以所有的事都是业决定的,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以前古德古代有个故事,有八一公,不知是什么朝,有八一公就见到太太出巡, 一大帮太太,看到小姐的头上有些金钗,哇,这些金钗真的好久,比我就好久 小姐走一段路后,丫鬟就叫小姐,金钗掉了,八一公很紧张,金钗掉了,被他收拾了 看着地上,有些金钗在这里,跟着用脚踩着他,丫鬟转找不到,被他踩着 他被他踩着,丫鬟转找不到,找不到就回去了,没办法,等人走开了,八一公就转 一看一看,拿着脚,变成了一条幽影,他气不顺,明明金钗被我踩着 为什么变成了一条幽影呢,他气不顺,走开了之后,跟着一条抠着 一会儿有个年轻来,他突然间踢到地上,踢一踢,看着地上有些金钗 他说,那年轻人就转了他,把一公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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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公呢,把一公呢,把一公呢,把一公那条气不顺,那把一公呢 那只金钗是我的,你把一公呢,他说,你是把一公呢,你怎样有只金钗才行的 他说,那条气不顺,一路跟着那年轻,那年轻人见他纏着,哎呀,没有办法,金钗也是没办法的 他说,见到碰到一道麻鱼,把那些金钗换了几条鱼,换了几条鱼,他就没得争 那把一公呢,那把一公就说,哎呀,那些金钗是我的 那年轻人就说,哎呀,现在有几条鱼,给一条鱼,不要吵了 一条鱼,我又给了两盟钱给你买酒,那把一公就很开心了 那拿回家,哎呀,这次很开心了,那告诉那师傅,今天在街上捡到一条鱼 捡到一条鱼,拿一只我们家最大的碟都来,因为条鱼很大的,平时都不舍得用 那条鱼很名贵的,不舍得用,那他就拿出来,那家嫂就在蒸鱼, 他就弄暖酒,准备享受世界了,这次好了,哎呀,这个突然间收到 谁知道呢,就蒸完之后呢,放在桌上呢,那外面的小孩打架 那他的家嫂呢,就去看看那些小孩做什么呢,那只猫就走到 进来,扔了一条鱼去,他就打垂了一只碟,他就死了,这次 偷鸡不到舍,拿米,所以呢,不是你的东西呢,就不是你的, 看见那条幽影,就知道你的钱就不是你的,是吧? 所以这一个钱一个宝,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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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一个钱一个宝,这样,有人看着的,每个钱都有人看着的 不是买六合彩,买什么,这些全部都是假的,因为那些钱呢,全部有人看着 以前,城王看着的,城王看着,谁有钱的,所以那些人呢,能赌鬼就拜城王 城王看着那些钱的嘛,就是每个人有多少钱的,安排定的了 所以呢,你说,来的时候三世孙,你欠多少钱的,那些,就是真的会 真的会有些的,因为这些是讲你的福报的嘛,你福报里面没有呢,就不会了 所以,业决定一切,所以呢,你没有这样的业呢,你就不会有钱了 所以你不要想着,拿些非分的钱,所以我们呢,出家人呢, 最好,我们不促金钱,钱对我是没用的 那天呢,有个有钱太太,带着那个司机来 打了天后呢,就整几整,拜一轮之后呢,做地产,哇,赚了2千多万 接着那个司机,就入了20元,入香油箱,然后中了8万元 那我就打个电话来了,哎呀,师傅啊,我想见一下你啊 我说,为什么要见我啊,想给你一些钱啊,我说,不用了 我说,不行了,你给多少我呢,你给了2千万我呢,没有那么多福报 你当然不会给我的啦,是吧 你给200万我,我想你都不会啦,是吧 你给20万我,不知道做什么好,是吧 拿手不成小了,所以呢,你给2万我呢,就是看小我而已,是吧 你给200元我,理你都傻啊,特意等你,是吧 所以,所以呢,我说,不行了,你喜欢,你喜欢入入入香油箱 我不理你,这些钱都不是我的,是吧 所以呢,现在你有人叫我去做法事嘛 你给10万我去做唐法事,我不去做,做什么呢 又不是我的钱,是吧 我拿了之后又没得花的,10万元,那10万元又怎么花呢 你说我怎样花,怎样花你的钱呢,没得花的,是吧 这些东西是长住的,多个灵,少个灵,关我什么事 所以呢,这些一业决定一切,所以呢,出家之后呢 将生命付之农天,要你穷,你就要穷就收,穷有穷的收法 要你有钱就有钱,要你有名就有名,要你没名就没名,不用去争的 不用争到头崩压裂的,这些东西没得说的 他要你怎样收就怎样收咯,你信得佛菩萨,即是不能委你 他认为你应该苦收的,那你就苦收咯,一日一买一买 叫你有钱收的,就做了大副长者,周围布施咯 这个呢,是业决定一切,不到你作事的 第二个呢,业会增长广大,那你做了的业呢 做了的业呢,会一路增长的,业一路会增长的 所以那些业呢,做了业之后呢,就要立刻回向 原以此功,回向无上菩提,那你就会增加你的无上菩提 回向什么呢,我中了合彩,那会中了 所以叶会增长广大 以前有个恶生王 突然间见到一只金色猫在长角那里闪过 闪过的时候他觉得很奇怪 金色的猫叫人去刮 为何在长角那里 一刮下去有两层金 两层金在那里 一路刮下去 五里路都是金 一刮下去有两层金 一刮下去有两层金 刮到他的家里 刮到斩柴佬家里 刮到斩柴佬家里 停在那里 停在那里之后 很奇怪 恶生王因为佛在世 就是默佛 佛是一切智者 什么都知道 阿佛说 这个以前是潮夫 斩柴佬 斩柴佬 斩了一日柴 去市场卖了两个钱 卖了两个钱之后 准备回家 准备回家的时候 见到出家人 拿个泊出来 放点水在泊那里 写着无尽壮 这一世都共穷 上一世又不知怎样 很少有机会报私 现在有两个钱 卖了两个钱 将两个钱全部都放进去 将来有钱 所以他就放了两个钱 这个就是恶生王 一路一路挂一些钱归他 去到五里路的时候 就回到家 回到家 他老婆问 那些钱呢 他就醒了 那就断了 所以增长广大 业会增长广大 就是你做了一些功德 你要回向 如果不回向的时候 你要随起 因为他没有报私 所以随起 他随起的心 一路增长广大 所以我报私一元 跟李嘉诚 一百万是一样的 大家都是这么珍贵的 他一百万就是这么多钱 我一元就是这么多钱 对我来说 对他来说都是这样的 所以 报私不是随便 扔出去报私的 而是你用心 所以用心的时候 你少少报私 都可以增长到很大 我说只有这么多钱 所以武则天 是报私两个钱 做了皇帝 无论他皇帝做得好不好 总是做皇帝 布私两个钱 做皇帝 所以他喜欢听花言经 杜顺国师和他说花言经 这个业 就会增长广大 你做了善业 就不能够后悔 一后悔就没有了 所以虚弘老和尚一次 就上九华山 看到地藏菩萨 摆地藏菩萨 哇 很庄严 地藏菩萨 发心 哇 把朵里面五个大洋 五个大洋 很大的 以前可能找到 一两个大洋 这些大洋很大的 放进香油箱里面 回来 这次死了 五个大洋给他 我不知去哪里挂单 又要走脚 又要去哪里 早知比少点 一路走 一路的心在那里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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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要住宿 住宿没钱 不知怎算好 客棧门口 客棧门口 有个居士 突然间说 哎呀师傅 我供养你五个大洋 哎呀死了 地藏菩萨 不收 所以 你做了善业 是不能够后悔的 一后悔 那些事又停了 你做了这个 你一路随起呢 又有增长 那你说 哎呀我只随起便可以了 不用自己布施 只随起有随起的功德 你布施有实际的功德 随起你的内心会开心的 人家就 哎呀我随起你 当然不能够妒忌 一妒忌人你有业 所以你随起人呢 有随起的功德 随起就没有实际的功德 第二呢 得不到实际的功德 但你内心都会缝起 所以呢 做什么事呢 都要随起 那这个呢 没有做的业呢 是不会遇到的 没有做的 没有你没有做的业呢 是不会碰到的 即是没有这个业呢 你是没有办法拿到的 因为这个呢 和业决定一切是一样的 你没有办法 没有要你得到 因为呢 一个钱一个宝呢 这个呢 求神拜佛都拿不到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有些人看着的 那么以前呢 在荆岛 荆岛呢 就有个 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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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呢 吃完饭呢 就拿些水煙筒 在那里吸烟 在那里吃 对着街上 看到那些人走来走去 很开心 突然间见到 亨渠边呢 哇 闪闪光的 哎呀 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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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大洋在那里 以前呢 一个月都是一两个大洋 哎呀 不要浪败了他了 他去收拾 他去收拾 一下去的时候呢 又看不到 哎呀 又回上去 哎呀 大洋又在那里 哎呀 他调戏不信 哇 有没有理由啊 我下到去又不在那里 又再下过去 咦 又见不到 見不到的时候呢 又走上去 又走上去 哎呀 又见到大洋在那里 咦 这么奇怪的 那他在吃水煙的嘛 拿些水煙潑下去 哎呀 潑水下去 那这个位 还有错 下到去呢 哦 见到汤水 见不到大洋 奇怪 有什么理由呢 这个大洋会走的 那他就很奇怪 那他就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 就看那些人 经过 哎呀 有些人呢 走过过的人走过呢 都看不到大洋的 啊 有时候呢 蹊跚的时候呢 摸下去 都看不到大洋 摸不到大洋 那到夜晚了 太阳就来下山的时候呢 那有个做苦力的 咕哩 走过 好急的 突然间那些 竹青就跌到地下 看一看 咦 有个大洋在那里 摸下去 哇 圣六的马上追下来 喂 为什么个个摸不到你会摸到的呢 哎呀 天无绝人之路啊 我妈病了 我现在找不到钱给她看医生 好在呢 摸到个大洋 那就有得看医生了 哎呀 那 那 姓六的呢 哎呀 一个钱一个保 这个呢 整定是她的 所以呢 每个钱都要有人管住的 所以姓六的呢 给多两个钱 给你回去 给你妈妈看医生 所以呢 没有做的业呢 是永远都不会撞到的 你真是没有做的 你找谁有钱 谁没有钱 谁有谁 所以呢 你听完这四个故事之后呢 不用做 不用做什么了 这个 尽人事安天命 应该有钱是有钱 应该穷是穷 你不用想太多 不过是要努力啦 但是呢 叫你要努力 这个呢 但是呢 就不要去强求 有什么就什么了 尽人事安天命 天命究竟你要尽人事 你要尽量去赚钱 尽量去做事 但是呢 就有没有钱呢 这个是看天命的 你前妻的果报 所以这个是种子 你前妻的种子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所做的业呢 是不会遗失的 就是所做的业呢 人家说杀人放火 金腰 带收桥 保路 没有尸骸 其实这个呢 是不对的 杀人放火呢 真的会有报的 收桥 保路也都会有报 那为什么不报呢 因为 那个DNA 是拿定了 所以呢 等下世才报 不是现在这一世报 因为不是一定会 一定会影响到的 这个现业的嘛 那么 在这个清末的时候呢 广州市又出了一件大事 个个都知道 广州市呢 有个黑衣呢 就很厚顺的 那么 他又背脚的 但是呢 每天就背着他妈去黑食 那么 黑到那些食物呢 就先给他妈妈吃先哦 好东西就给他妈妈吃啦 那些人都很喜欢给他 如是者呢 风雨不改 就整天背着他妈周围去黑食 黑了四十年 黑了四十年呢 突然间那一天呢 行雷闲店 蹦一声 一个雷就撒动他 那 撞到他了 死了 死了之后呢 很多人围攻啦 整整整整整 几百人在围攻 哇 为何会撒死个 更厚顺的黑衣 大佬 没工有劳 背着妈妈周围走 黑到些东西 给妈妈吃 那是好的 为何会没有好报呢 好人为何会没有好报呢 当时呢 有个姓杨的 举人来的 读书的那些人 读分书的那些人 那他来到呢 看看他 哎呀 黑衣都在那儿 全都 全个广州都知道 他是 他是这个 很厚顺的 那他拿些 拿些北出来 拿些钢北出来 在手上 写四个字 天爷无眼 黄天无眼 死个孝子 他写天爷无眼 那算了 那这件事过了 过了几年之后呢 大约是七八年之后 那这个姓杨的居士 因为他是读书的 那他去俄国做这个特使 就是做使者 就是外交工 那住这个俄国的 那他就去俄国 那他去俄国那里 那在俄国呢 王公有个有很多王子 有个王子的手 是抹不开的 抹不开的 那些人就说 你们中国的医术 都这么厉害呢 给你看下 有没有办法呢 抹开他的手 那他呢 就说 好啊 试下啦 他探个小孩 抹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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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他写那四个字 在他的手上 天爷无眼 就是他写那四个字 就是他写那四个字 原来他的北迹 原来他的北迹 写着天爷无眼 原来呢 他去了俄国做王子 因为他不是 不是这个天爷无眼 劈死他呢 因为他有这样的劈死的业报 但是他所做的福呢 是不会少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所有做的业呢 所做的业呢 是不会亡失的 假使八仙记 所作业不亡 果因缘回合时 果报云自受 所以呢 这个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若然未报 时辰未到 这个是若然未报 时辰未到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业 业呢 就是种子了 业呢 就是种子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 梦法种子 梦法呢 就是为色 色呢 用什么来 来什么呢 色是什么来的呢 第八色是什么来的呢 第八色呢 是种子来的 第八色是种子 什么叫做第八色呢 这个第八色呢 出了出来 叫做能量球 能量球里面有很多 很多一点点的种子 可能一些种子 可能一些叶 一些董子 之类的 那么 放在人那里 便变成第八色了 第八色呢 是种子来的 我们看一下种子 就是这个白色里面 说白色阿赖耶色 叫做藏色 指藏色中 藏有一切色 心诛法的种子 所以呢 从有两种种子 一个是色法 一个是心法的种子 色法的种子 是密质的身体 这个呢 色法和心法 这个呢 第八色里面呢 就从有两种种子 一种是色法的种子 一种是心法的种子 什么是色法 什么是心法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来解释 现在的人体上来 就是说 第八色呢 入身体里 分开两部分 一部分呢 就变成色法 身体 一个呢 就变成心法 心法 因为色法的种子 就变色法 心法的种子 就变深法 色法的种子呢 就变成你的身体 高位肥瘦 这个是外境 色法的种子 一个是变外境 外境给你看的 一个呢 就变我们的人 这个人 这个心法的种子 就变成人的心 人的心 人的心 起心动念 这些是心法 即是他的性格 所以呢 其实这个就是DNA DNA里面呢 是有很多仇体的嘛 DNA里面呢 有很多 很多 每一样东西呢 都有个仇体的 比如说 你现在我们讲 这个5Q11 12 13啊 我们佛教最喜欢讲的 11 12 13 这个是精神 精神虽弱 精神 精神分裂 这个是精神虽弱 思觉失调 精神分裂 这个是精神分裂 那么 怎么会形成精神分裂呢 就是下一次呢 就是下一次呢 樑式体有两只脚 并已经 part of themael 长的个叫P 6 下面叫Q 所以5Q11 12 13 就是这个 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的病 精神分裂有怪的性 有的 有精神失弱 这个 这个 此国失调 接着 接著是精神衰弱 5Q,在下面的 32、33、34 這個是腎上線素受體 腎上線素呢 腎上線素就是你生氣的時候 腎上線素 生氣的時候腎上線素上升 腎上線素受體 執著的時候就是腎上線素 哭哭的時候就是腎上線素 一緊張就是腎上線素上升 腎上線素上升得多的時候 刺激得多 你就變成精神衰弱 手心流汗 睡不著 哭哭 如果再嚴重一點 思覺失調 看到不應該看的東西 聽到不應該聽的聲音 再嚴重一點就精神分裂 所以呢 這個就是心法 這個就是病 這個就是色 所以色心意法 這個就是心法 因為心法是靠什麼呢 靠你的腎上線素受體 受腎上線素受體 去感應外面的東西 所以呢 你的心病呢 會形成肉體的病 因為你的心病 最先影響你的心 接著會影響 所以每一種病 都有兩樣東西 都有兩樣東西 一定要有受體的 高血壓 有高血壓受體 高血壓受體 這個高血壓受體 這個 這個 什麼 同時綜合症 同時綜合症 小而麻痺 有小而麻痺受體 總之知道什麼都有受體的 高血壓 膽固醇過高 全部都有受體的 因為會感受你的東西 它才會影響到你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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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 這些 都論 不要說沒有受體就有病 但是這些當然決定是一個遺傳 父母有的時候就更加多 父母遺傳因此都會決定的 因為這個人是你的業 你的業下來扯父母的時候 你是這樣的業就扯到這樣的東西 你是好的業就扯到好的東西 不好的業就扯到不好的東西 所以這個又是跟你的業有關係的 那不是說無端霸市進來 我本來去李嘉誠的家 走了我去你家 無端霸市走來癡嗓 我沒有預先養你 你怎麼走來癡嗓 那不是李嘉誠的家 怎麼走來我家 所以這個是業來的 不能到你選的 這些不是你選的 所以無冤不成夫婚 或者來報仇或者來報恩 你特地來的 所以這個就是有色心義法的種子 在第八色裡 所以當第八色儲存了 你剛才作主翁 儲存了你往式的業 你知道這一世做的業 做的業的時候 就變成種子 儲存了一個波波 在能量球裡面 那個能量球 到遇到有緣的DNA的時候 就進入了DNA裡 進入了一個陽 陽是鋼細胞 那由一個鋼細胞引起 就有很多鋼細胞 但是我們有一個區殼包包著它 很多鋼細胞給一個區殼 有六十億個鋼細胞 就給一個區殼包包著 那鋼細胞呢 每個都一樣的 因為一個就會複製 一個就會複製 六十億個 所以呢 所有的身體 我的DNA是一樣的 拿一顆DNA 就可以知道 拿頭髮的DNA 人口水中 多數在鼻哥裡 拿些明花棒 撩撩撩撩 或者點點口水那裡 那你口水 被哥那裡撩一撩 就可以去檢查到你的DNA 一顆DNA 就是所有的DNA 這個 這個都是這樣的 DNA 23對空無崇 23歲 變成13萬個不同的DNA 但是它都是GATC,四种东西做 GATC,是不同排列方法 GATC,线飘灵,鸟飘灵,定默灵,空线默灵 这四种东西形成 所以其实是一个数据 所以我们仁都是数据 因为数据不同排列 它有23对染色体,弄了DNA,排队,调来调来调去 GATC,全部都是TATC 你会看看DACC,第几对,出什么病 其实是可以看到的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改个GATC,改个DNA 改到它没有病都可以 所以DNA医病现在开始了 未曾可以,但是植物那些可以 你弄一个三盲鱼的DNA 弄了一个三盲鱼的分茄 究竟可不可以吃呢? 那些人就说我只吃了三盲鱼的基因 那我究竟应不应该吃这个分茄呢? 没有所谓的 因为拿到一些三盲鱼的基因内行 所以拿了一个分茄,分茄又红一点 三盲鱼的肉是红色的 所以多数拿三盲鱼的基因到分茄里 夏威夷木瓜以前很贵的 现在卖到很便宜 因为基因改造,全部都是基因的 基因改造生得快,生得大 几个月就很大,几个月就大 大了就可以卖,快快脆脆 所以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那我们可不可以吃呢? 那当然可以吃 因为是分茄 分茄它是DNA进去,它是储存不到的 为什么呢? 可能就是分茄的记忆体 不够记那么多东西 因为我们无耻以来的东西都在那里 你记下去,要进去的时候 好像电脑那样 分茄只有10m 那你进一千m 那么它当然进不了 进不了就暂时放在那里 用手指挤住外置 它不是放在电脑里面 它是外置的 我们呢,Mac数足够的 我们的电脑1000m 你又900m 没有所谓,9000g 你又100g 100g 当然不行 但是呢,你又9000g 我们1000g 你又9800g 我们卓卓有余 所以呢,所有动物呢 都可以进入DNA 可以进入这个地霸式的 但是植物就进不了 植物呢 进不了 所以它是外置 它是外置 它是外置 只是住在那里 它一动它便走 所以呢,植物呢 生出来呢 就每一样的 橙、苹果 每一样的 只不过甜不甜的 每一样是一样的 不会变了 苹果变了雪梨、雪梨变了苹果 但是人就不同了 人呀、畜生那些就不同了 样子虽然差不多 但是性格 之以此之类呢 都不同的了 就是很多不同的姻缘 所以呢,植物呢 当然可以吃了 所以它无论它 基因如何改造呢 都可以吃的 这个呢 不是说 这个 我们吃斋呢 不是说 这个是动物 还是植物 吃植物 吃植物 就会成佛的 牛也会成佛 那么 那个问题呢 就是说 你是不是杀生 这个呢 这个三文鱼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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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不会弄死他,原则上,你有得警告他,有得提示给他,他就不会弄死他,不过意都会的,他走不及,走不及被弄到,一般来说,他会走得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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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在里面的,但是人就不同了,人入了下去就走不掉的,因为他两个地方穿不过,一个是母胎,一个是金刚座,这个是大把式的, 他是穿不过这两个地方的,所以一入了母胎的时候,他就在里面,住了在里面,住了里面就没办法走,没办法走就形成一个形态形成墙,那一世都跟着你了,那变成了DNA入了下去,第八色入了下去的时候,一世都在那里,那生命完了,才能够走的,才能够走的,才能够走的,腹精无血,完了之后,这样走,才会走的,就是生命完结才会离开的,生命不完结的时候,一日生命完结的时候, 他都停留在那里的,就是不会走的,因为他这里有个东西锁住他,有个汤,你进了下去你就走不掉,你弄多它,进了下去,不同的是,记住在里面,记住在里面,随时都可以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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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时都可以走的,随时都可以走的,随时都可以走的,随时就走的,怨气很大,为什么你吃我,这事就很大事了,所以这个杀生是战争的根源,所有的因怨,全部都在杀生,所以你一日杀生,天下,一日持宿,天下杀生无我份,那你就会少些冤家寨主,所以食斋是少些病的, 以前是怎样,以前没有办法,以前的业没有办法改 但这一世你没有助缘,没有助缘去增长它的时候 下面讲种子就知道,要有缘的,要有因缘才能够承受 所以这个进入之后,变成形态形成场 黄家医学院的谢德拉克说,形态形成场 第八色不是寄存在某个地方,也不是在某个DNA 某个DNA都复制,就复制它的第八色 它不会的,它只是包围在你的身体里面 把波波填换你的身体,每一部分都有 所以你逛光出来或沿澄前,你的龄器 及你的叶,是不会随着光影去的也不是某的器官 你换心换光,换肺,可以换沿,也不会ие 为何呢?有些小� Piranha都会换的 are ich for map holiday.给她换心。不想吃到穿 booth 云本若不喜欢吃巧克力,换了心后很喜欢到食物 最喜歡吃朱古力的 有少少雜氣換了進去 因為它的受體 心理作用的少少受體會有的 但是不會整個人進去 所以換心換肝割出來 怎樣換來擺去 它都不會走的 因為它是整個計的 整體的 不是在某一個部位 這件事我們已經好過古德 古德即是大白色都不知道在哪裏 它都不知道大白色在哪裏 因為它沒有現在的科技 它只能說大白色 它知道大白色不是身體的一部份 但是它不知道大白色有形態形成牆 這是生概念 所以整個形態形成牆 整個身體都充滿 所以這是大白色 所以大白色並不是在那裏 大白色裏面靠甚麼呢 靠種子 大白色裏面有些葉 葉即是種子 葉即是種子 因為葉即是種子 大白色裏面含藏的記憶體 能藏我藏我愛執藏 能藏能藏種子的 即是它由來仙作主翁 拿著你的種子流轉 經過千千萬萬年 種子仍然在這裏 不會忘塞的 假此百仙極所作 葉不忘 因緣匯合時 果報雲至仇 所以種子起現行的時候 就變成果報了 種子是因 這個葉呢 所以這個大白色呢 大白色拿著種子 這些好像種田那樣種下去 為甚麼要用種子這個名字呢 因為種子呢 是陷藏這個因果的東西的 種子是因 出現的東西是果 這個果呢 又會感到種子 因為種子要發芽的時候 需要有因緣 需要有分雜 需要有因緣 令到它的種子發芽 如果生出來是 註定被人打的 被人打生死的 但是呢 你這一輩子很脾氣 看到別人呢 鞠躬啊 又笑哈哈 沒有人打你 沒有這樣的緣 沒有這樣的緣 就算你有這樣的業也好呢 沒有這樣的作緣呢 它是不會發生的 種子會留在這裡 但是它不會發芽的 所以呢 需要有業 那你做完之後呢 又會變成種子 現在的因呢 又會變成種子 所以呢 能藏 我藏 我愛執藏 能夠藏 就是這個 因為它那個大白色 可以藏東西的 可以擠它的記憶的 能藏 我藏 藏我喜歡的東西 這個 我愛執藏 這個呢 第八色的作用 在說八色詞 亦名為藏色 此藏色中 含一切色深諸法的種子 種子喜現行 便言有漏無漏 一切諸法 所謂阿賴耶色呢 是人生的本語 我們就探問法的種子 究竟怎樣的形象 能到 像瓜 種 種 種子的 一粒一粒 藏在我們的腦海 腦學中嗎 那是不是好像種子 一粒一粒 放在我們的腦裏面呢 那又不是 但是 原來呢 所謂種子呢 只是阿賴耶色的一個功能 它是無形無側的 但是可以發生這個力用 它是無形無側 為何是無形無側呢 種子是一種能量 一種能量 它不是以形態的東西造成的 如果形態的東西造成呢 你就可以知道那些種子的東西 所以它種子呢 這裡說呢 它是無形無側的 這個波波呢 這個無形無側 雖然讓你看到 但是呢 只不過是 不是普通人可以看到 就是有姻緣 它是這麼顯然啊 或者呢 你不小心被你拍到 才能看到的 普通人看不到的 無形無側 進來之後 雖然是無形無側 但是仍然可以感覺到 這句叫無表式嘛 無表式 雖然是 普通人看不到 但是它更終呢 它都會現出來的 好像呢 我灌營頂之後呢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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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灌這個 全化灌頂呢 因為東土是第一次的 沒有人灌過的嘛 究竟灌不灌得對嗎 那你都是給我一些儀式的 是吧 給你灌得對的 那你就灌得對的 那你就灌得對的 灌得不對的嘛 這樣就灌不對啦 那所以呢 所以呢 他灌完之後 他灌完之後 拍照的嘛 菩薩說你 給你一些啟事 那麼他… 他跟著呢 就做了一個波波 做了一個波波 在僧元中那裡 佛教僧元中 剛剛正在僧元中那裡 所以呢 這個呢 就是呢 供德都… 不是很好啦 但是都可以… 可以接受啦 就是佛菩薩都可以… 可以接受的 那這些波波呢 是你突然間… 不是你… 你的顯示喔 那麼我們在泰國酒店那裡 又拍了 又拿出來 看看波波在哪裡 波波要… 又見到那個波波 同樣的波波 在哪裡 他跟著你哪裡 這個呢 就是護法來的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護法 這個又叫做… 叫做什麼啦 所以在這個墨中修那時候呢 那些人說 那些人說 你好東西喔 要個女仔經常跟著你喔 周杜武的嘛 要個女仔經常跟著你喔 即是他可以現形的 即是護法神可以現形的 經常在你旁邊的 即是會… 會經常在你旁邊的 所以我們呢 都可以算是沒有什麼災難 這些… 這些業衛有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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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好像… 沒有什麼特別的 他會替你擋到去 即是你當你不夠錢 洗的時候呢 你說一說呢 又好像有些感應 又好像有些人聽到 那樣子 又會… 又會替你解決到他 當你有什麼事的時候 又會解決得到 那… 因為他… 他整天在你旁邊嘛 那個護法神 就是護法神 或者你的修持力 或者你感應到 因為每一個… 每一個神呢 都要找一個… 找一個人跟的嘛 因為為什麼呢 你經常修法 經常在他旁邊 就看你修法 那他可以感應到 那些修法的功德 他就拿你的功德 即是你供養他 那他就在這裡啦 是吧 那你供養他呢 那他經常跟著你 因為呢 這個… 這個北動明王呢 發願 做修行人的奴隸 當你念他的咒的時候呢 他就發願做你的奴隸了 有何咒 所以他呢 頭上有個測沙計嘛 隨一隨一計 表示菩提心 一邊…奴隸.. 一邊… 一邊… 一邊笑…一邊哭… 那他呢 就是奴隸的樣子來的 拿著把劍 好像一邊 ECU 那麼一邊堆過 小小做你的奴隸,直到你成佛為止,所以他會跟著你的 所以他就發願吃出家人,吃修行人,吃淨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北洞行食,每一次吃飯的時候,吃完飯,吃完先 然後剩下一些就給北洞吃,北洞吃你口水尾,發願的奴隸 所以這條北洞行食咒,好像你們沒有人問,很多人都沒有問 吃飯的時候,為什麼要說什麼? 這條北洞行食咒,又是北七學,第一學供一切佛 一切佛,一切佛,一切延聖,一切眾生,供養一切眾生 第四學供養北洞明王,第五學供養鬼子母 第六學供養冰姬羅天,鬼子母的愛子 五百個裡面最喜歡的冰姬羅天,冰姬羅天是有錢的,主有錢的 這個鬼子母,冰姬羅天,第七學供養四大天王 所以吃飯的時候要趴七粒米出來,七粒米,要不是七粒米,就要 Wenliusi 共了坐相很悲觀 食完後其實就是供北洞,不過有時候你覺得 Maryland 食完飯供北洞,好像不太恭敬那樣就把它 zwischen食 吃還沒食的時候就是北洞层食 其实不动是吃你吃剩的东西,你觉得不好意思,对他恭敬点,其实他是发愿吃你曾吃的东西的,不过你没吃之前的工具都没所谓的,看来都没所谓,就是恭敬而已,做多一点而已,没有东西的,所以有两个盗,一个就是不动曾吃咒,你要下去下面秒钟之后抄,所以这一个有张纸的,以前我们吃饭的时候有念的,所以这个是吃饭的规矩, 这个就是曾圆中吃饭的规矩,所以他是小小做你的奴隶的,所以就会跟着你,所以这个叶来说,就充满你的身体了,充满你的身体,它不是哪一粒,不是一粒粒的放在这里的,而是它不是说在哪里,那些叶在哪里,那些叶在哪里, 那它又不是说在那里,它呢,它不是说在那里,它不是说在一粒粒藏在脑海里面,它因为它不是物质来的,不是物质,它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呢,飞也,原来所谓种子,是者,只是阿赖耶识的一种功能,它是无形无则的,但却能发生用,换句话说,功能是非物质而产生的力用,所以在物理学上面,叫做能,energy,energy叫做能, 所以这个是能来的,一种功能,就不是物质来的,能,因为每种动作的背后呢,都要有一个能的,譬如你现在走得很快地推,推一样东西,这个叫做能了,那它接着会滚前,滚前,你推一样东西呢,叫做滚前,所以你在斜路那里,你有个波波在这里,那你推一下它,这个叫做能了,它一路会滚前的,这个叫做能,这个就叫做能,它又不是物质来的,但是它是一种推动力, 一种能量,每一样东西,动动的时候有能量,所以业呢,叫做cumber,cumber就是造作,造作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能量,能量呢,就会储藏在我们的地霸式里面,能量就是这样储藏的,它只是储藏能量,储藏能量呢,它是会,能量呢,会有倾向的,倾向前,倾向下,或者倾向会,会做什么,那就变成了一个倾向来的,所以种子就是一种倾向来的, 变成了能量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变成了能量呢,就储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比如你做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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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慈悲的能量,那你将来就会,就会发作出来了,这种呢,就是心理活动呢,这个呢,称为能,那么,麦理学上呢,称为能,这种能呢,是心理活动的潜力,就是你的心理活动, 或者你是真正的活动就可以了,心理活动都有力了,那你真正做了出来的时候呢,它力更加大了,那你心理活动,它也都有推动了,所以呢,这个适受想行识,当你行,决定做一样东西的时候,已经有业了,你做了出来更加,更加有业了,阿拉耶识,种子,起现行,现行,生种子,一切变现,全部都是这种功能,这种呢,叫做能,就不是传在哪一道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呢, 种子呢,种子呢,是一种能量来的,基于上述然因,所谓种子呢,是能,是力,是用,世间一切,皆自此能,此力,此用而生起,于是种子呢,有下述的定义,那么,种子呢,有下低六个定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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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定义,三个而已,那么,种子,非色,非心,只是一种力用,不是色,不是,不是,不是物质来的, 也都不是心理现象,这个业,不是物质,也都不是心理现象,所以它不可以储存,当物质这样储存,也都不可,心理,也都不是储存你的业的,你个人呢,好不好心呢,不是等人你的业好不好,这个,这个,这个心比好不好呢,也都不是你的心来的,因为你的心,和业是没有关系的,你的心好不好呢,你的DNA,DNA里面好不好,因为这个,已经是储存了下来的,你上一世好人, 一世好人,接着做好人,坏人,接着做坏人,但是它的记忆是储存在外面的,他储存在外面的时候,60亿个DNA,60亿个DNA外面,整个身体都是,那它可以影响到DNA,但是它不是DNA的本身,它可以影响那个DNA的,因为这就是能量来的,那里面整个东西包住你,有一个冲动,有一个冲动去做你,你自己所做的东西,这个是业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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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动去, 去杀生、冲动、杀业 有这样的冲动 这都是推动力 推动力就是业力 业力推动你 病到七彩 这是业力 非色非心 又不是你的心理有问题 你的心很坏、很坏、很坏 所以病到七彩 它不是 这种是一种能量 一种储存下来的能量 你总而知上一次杀生 这一世就有这样的病的趋向 当然啦 如果你这一世没有杀生的 吃斋的 趋向又少些 因为你都没有杀生 没有增加冤家债主 没有增加冤家债主 靠前一世的那些就比较薄些 如果你放了蒙生 我吃吃给他们 冤家债主 不要搞我 你要得吃 吃住先 他们又不会搞你 那就更加少了 所以你要做些东西 来对峙你的业 所以我们就是要修行 要修行 因为我们的业 是上一世拿下来的能量 所以它是陷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它可以有影响力 令到你想做什么 但是 如果你做些对峙的事 参悔 做些对峙的事 做些相对的事 令到这种影响力 不能够出现的时候 你的业就过了 那就不会有病了 所以这个就是业了 所以这种力用是骗宇宙 故种子亦骗一切宇宙 宇宙心罗盟象 故种子无尽 宇宙亦都无尽 所以这个宇宙是什么呢 这个宇宙呢 这个宇宙呢 树穷参制 就横骗十方 树穷整个宇宙的 你说宇宙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就是整个宇宙 那怎么说我们的心就是整个宇宙 宇宙就是我们的心呢 因为业呢 是骗整个宇宙的 所以你去到哪里投胎呢 业都跟着你去的了 就是没什么的 业是骗一个宇宙的嘛 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就是你认知的世界 你认知的世界 我现在认知的宇宙 宇宙心罗盟象 你认知的宇宙 你认知的宇宙呢 就是你的心 但是你的心呢 认知的宇宙呢 就是全个宇宙来的 你认知的宇宙 其实你的认知的宇宙 无论你是非洲 你没人说过给你听宇宙 但是你的心是包含过宇宙的 就是那个宇宙 整个宇宙都是你的心里面的了 那当然啦 如果你生活在你的宇宙里面 那这个是你的宇宙 就是你的宇宙是包含了整个宇宙的 那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在整个宇宙里面 我们生活在整个宇宙里面 那么宇宙的种子会影响 影响我们呢 宇宙里面我们整个心呢 就骗满十方的 所以这个心呢 是树穷心制就云骗十方 整个宇宙发生的东西呢 都是跟你的事的 都是由你的心息活动 但是你要知道呢 我们人呢 就论论一点的 我们人呢 在物质的世界里面 物质的世界里面呢 我们讲过啦 整个宇宙呢 无论你现在是火星 金星 木星 土星 或者你去了冥王星 都是六十二种粒子的嘛 这个宇宙的形成呢 就是六十二种粒子的 除了这个呢 没有第二样东西 整个宇宙都是六十二种粒子 都离不开这六十二种粒子的 六十二种粒子的时候呢 我们人呢 又是有具备这六十二 左右的物质呢 都是这六十二种粒子变出来的 六十二种粒子呢 不外乎呢 是我们人变出来的 所以呢 六十二种粒子呢 这个十发阶 十发阶的形成 这个当宇宙大爆炸的时候呢 当宇宙大爆炸的时候呢 释放粒子出来 释放了六十一粒 一粒呢 一粒呢 是上帝粒子 这个希格斯粒子呢 拖慢一点东西 所以就有墨质的世界 所以有十八戒的时候呢 这个墨质的世界呢 我们人就在墨质的世界 因为我们的东西是最聪明的 我们被他拖得最聪明的 其实我们不是一定是 一定是墨质世界的人来的 我们上一世可能不是墨质世界的人 我们在天庭上面 放了九戒 打下来的猪八戒放了两条 我们放了一条 所以下来的时候 我们上一世做天人都不定 打下来凡间的嘛 投胎下来做人的嘛 你未必一定是做人的 我上一世未必一定是做人的 鬼都不定 鬼啊 当然是鬼 鬼的时候做人 所以这个六道流转 你可以做什么都可以的 那当然啦 四圣六凡 到那个圣 当然不会做人的 四圣都会啊 菩萨都会做人的 他会拿回来的嘛 所以明师去催眠 看看我前世是什么 你不用想 他那些催眠是没用的 所以呢 他问你前世是什么 他是什么 他是什么 提示给他 他等他走 他会寄个光调来看他做什么 但是没用的 你不要信 所以呢 没什么大用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这一世做人之后呢 我们在墨质的世界里面生活 墨质的世界和灵界呢 都是六十二种粒子 离不开这六十二种粒子 所以我们见到的世界 又是六十二种粒子 见不到的世界 都是六十二种粒子 不过 墨质的世界呢 就有一样东西 有一样东西呢 它是特别的呢 就是说 因为墨质的世界呢 它会自己凤显的 喏 我们出世的时候呢 我们带了些业下来 我们带了些业下来 这个世界呢 应该是我的 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 那为什么会有 有你 有我 有他呢 这个呢 就是业里面的 的夹买了 所以我们一出世的时候呢 我们一出世的时候呢 冤家债主进来了 一帮冤家债主 一帮冤家债主 有些争你钱 有些要还钱 有些要追债 有些要还债 有些要射 有些要被你杀 有些要你杀 有些要你杀 有些要夺杀你 结果一大堆东西呢 就形成同一个世界里面出现的 所以这个世界呢 一开始到第一步之后呢 它就一直会繁衍的 因为这些人会做事嘛 会做事嘛 这个有更多人做事啊 又有长毛啊 又有梁振英啊 那些 大家一起出现 那这些都跟你有关系的东西 但是他们在做自己的东西 所以个个都在做自己的东西 但是合起来就是业 合起来就是你的业 所以这个呢 你说碰口 又不是碰口 又不是你变出来的 但是他刚刚来找你嘛 你没办法 他又去找你 你又去找他 大家合起来就一起出现了 一起出现的时候 就是业 是吧 就是你 当然啦 冤家债主 人都不想变出来的 我那个冤家债主 我变他出来做什么呢 像你个儿子那样 拿你的钱的 那你怎会变他出来才行的 你不想变的 但是没办法他来追债嘛 他又找到你 那你又找到他 他又找到你 他又要还 他又要追债 你又要还债 那就一起合起来 一拍即合 所以整个世界呢 好像 你又打我 我又打你 追我 我又追你 我又还债 这个又追债 这个又咬我 蚊又咬我 钓鱼又被我吃 那这些呢 看上去呢 好像 好像是无端白事出现的 那我变 如果我 这个世界是我变出来的 我会不会变得更远俊的 我只是变我好的东西 如果我想变 那是不是那些冤家债主 都是我变出来呢 不是变出来的 就是你变出来的 但是 又是你变出来的 为什么是你变出来的 冤家债主又是你变出来的 因为 只不过是共产 一起集中的时候 变了有因果关系 有成的 但是 你可以 可以整掉他的 你可以整掉他的 因为万法为息 你可以解散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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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而他在大道 冤家债主追到来 哇 用神通 掉他的火星 一念 他就火星 走了 火星 特殊技能 神通也是特殊技能 你不要弄死他 打到他永世不得超生 你就做业 你用一念 一念之间 他火星 他火星 他就追不到你 所以 这个是特殊技能 有特殊技能 就可以这样做 所以万法都是你 特殊技能 所以特殊技能 可以是别的 拿东西来的 隔空取墨 形成 所以田大使夫人 访问北京的时候 特殊技能学校 那些小孩 叫小孩表演 表演些特殊技能 给他 小孩很怕表演特殊技能 因为表演完之后 会头痛的 有个小孩 看电线 看电线 看到他断 看到他断 红了几日 所以 有规例 不准他来玩那么久 总要知道 做完一次 就会头痛 因为叫做念力 特殊技能就是念力 有些念力 集中他的时候 他就可以解散他 你想他做什么 因为这些 整个世界 都是我们的念力 所组成的 你说是我们的念力 是假的 因为冤家寨主 不是我们的念力 但是 刚刚集中了 变成你追我 我追你 有冤有仇 有什么 因为大家都在那个时候出现 因为冤家寨主 同时出现 追着你的 即是不会无端霸事出现 所以一堆人 有冤家寨主 所以那个 看到催眠那个 说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 全部都一家人 一齐出现 唐朝那时出现 明朝那时出现 现在又出现 所以整个家人 他在报冤 报仇 一大堆 所以没有一样东西 是不关你的事的 所以 无论是好 无论是不好 你都想办法去改他 想办法去化解他 你不要再增加冤仇 不要去报仇 不要去成了 因为整定 所以 但是 不是你变出来的 你觉得你 全部都是你变出来的 其实你不是变冤家寨主 所以整个世界 但是 又是你变出来的 你可以化解他 你可以一看 因为全部都是念力所成 我们人 就难搞些 因为变了出来 那些东西不可以走 但是鬼可以 鬼神可以 鬼神 这些天人恶鬼 阿修罗地狱畜生 可以变 所以 阿鼻地狱 一人亦猛 多人亦猛 阿鼻地狱 一个人下去的时候 牛头马面 都是你变出来 所以 唯色二十 还在拗 牛头马面 究竟是你变出来 还是真的有牛头马面 这个 业感到牛头马面 来 来 斩你 你变出来 牛头马面 为什么没有慈悲心的 你说他是菩萨 他是性 他是业变出来 所以 唯色二十 还在拗 外道 在 你究竟 这个牛头马面 是谁变出来 牛头马面 你说一人亦猛 多人亦猛 差你的牛头马面 都是你变出来的 不用说 因为一个人 一个地狱 所以 这个是专用的 两个牛头马面 是你专用的 你专用的 你变出来 你无端把事变出来 做什么 所以 这个牛头马面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牛头马面 究竟是不是 外面有实质的牛头马面 又为什么会特意来服侍你 所以 这个就是业 其实我们很容易解释 因为你有这样的业 那两个业 又刚刚有这样的业 走到你那里 又刚刚到你那里 好了 形成一个 一个大家互相的关系 上一世被你砌 这一世就炸回你 上一世被你炸 这一世就炸回你 那变了业就形成了 所以 一人亦梦 多人亦梦 如果你在地狱里面 一人亦梦 多人亦梦 若人就了知 三世一切法 英官发戒性 一切唯心做 马上地狱就空地狱 所以 这个书生念这句话 《花炎经》这句话 的时候 在下面捉了 去见原来王 他就念 若人了知 三世一切法 英官发戒性 一切唯心做 整个地狱空到一半 原来王 搞不掉 你放你上去 你不要念 你不念 所以就放他上去 因為 原因为什么呢 resses 寿罪众生一听到的时候 他就知道一切唯心做 因为他受宴罪的时候 他以前不知道要做什麼 被人受罪 為什麼要插我 為什麼要插我 為什麼要插油 為什麼要下刀身 為什麼要上刀身 但是他不知道一切為心做 你說什麼一切為心做 馬上地獄的火就關掉 這樣就放出來 所以破地獄城 破地獄 滅定亦爭言 全部都是從他的心裏 其實心裏解了出來 所以地獄並不是離開我們這個世間 有個棟裡面 有條蟲 有條蟲 凌波車就說 這個是地獄 為什麼是地獄呢 它裡面受罪 鑊燒的時候 就變了地獄 變了火燒著它 這個就是地獄 在那裡受報 他就覺得好像被牛頭馬面燒 有條蟲 螞蟻困著在裡面 困著一條蟲裡面 出不了 地獄因為火燒的時候 燒一起火的時候 就燃了 這個就是地獄 地獄並不是說 一定要好似阿鼻地獄 每個地獄都不同 看到落地獄的人出來 每個地獄都不同 因為他自己的心裏變出來 所以人間地獄 病到七彩 養和魚應該都是人間地獄 哪有病 醫不好 所以我也試過 彈弓手幾痛 試過鼻敏感 拜下去就流鼻水 所以這些是人間地獄 你要受的 所以這些是人間地獄 人間都有地獄 不是一定要有地獄 就是地獄 這些是心理作用 這些是心裏面的 所以這個脈則的世界 我們變出來很多眾生在一起 所以脈則的世界 脈則的世界有一個定律 他好像自己會動 這樣說 你變成第一個出來 他會進化 人會做事 變成一些人 人會做事 賣給你 你又去買東西 又去賺錢 又成 變成一大堆東西 不是全部我變出來的 他會一直動 一直動是他們的業 你跟著下來的時候 就是你的業 所以你的業 跟他的業 混在一起 糾纏不清 糾纏不清 糾纏了之後 你就不知道這個東西 你變出來 當你用念力 當你用念力的時候 你就可以解散它 所以 程大使夫人 去北京那裡 小孩子 你變吧 你變吧 小孩子 頭痛 不行 我傷風感冒 小孩子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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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吞吞 小孩子 要一個小孩子 我變了 他變了 他就直接一塊業出來 搓爛它 電視機沒有轉 搓爛它 接著呢 就拿著 說 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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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大它 咦 業好回來了 所以 他就在那裡打爛它 然後就在手那裡分解它 然後變回個增的出來 你用念力它變出來而已 沒事的 所以有個泰國比丘呢 他就拿個業 簽個名在那裡 拿去河邊 叫人踩燈車去河邊 就丟到河裡 然後拿個搓出來 搓水啊 業啊 業啊 那個業就浮在它的水裡面 那些人問他為什麼 我用念力解散了河的那塊業 就在這裡再組合而已 所以 這些東西是假的 撕爛了的東西 怎麼會再好呢 所以那個張詠 我去葡萄學會 他的特使都在這裡 他就說 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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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拿到 啊 全個人都看到一塊黃色的東西 拿著杯子 裝點水 師兄說 哎呀 我有腰痛啊 就跟他醫了 然後 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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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兄在那裡念佛 他就 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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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人都看到 看到整個 哎呀 黃色的 你看看那杯子有什麼東西 黃色的 然後熬了它 喝了它 明天問那個師兄 你的藥好沒有啊 我只是喝滾水的 這個張詠 古華 他不是在宇宙裡面 組織的藥出來 如果他是宇宙裡面 組織的藥入定 宇宙裡面呢 看看他有什麼病 然後再找什麼 在宇宙裡面 自己組合的藥 你一定治好他的病 他整好整定一號藥 二號藥在遼寧那裡 那就搬運 在那裡解散他 然後在這裡再組合 那就搬運 叫做搬運 嚴生 張寶勝 那些全部可以做到的 個個都 特殊技能都可以做到 需要定力 他們那些人都是修定的 修定的 修十幾二十年定 定到他有辦法 就有特殊技能了 特殊技能我們叫做神通 所以特殊技能呢 就會破解到這個世界是不變的 所以知道呢 這個世界呢 很多人呢 這個世界呢 其實是我們弄出來的 所以呢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老法師拍層回憶錄 有個有個 有個法師呢 念念阿佛走了出去 討鎖嘛 他討鎖來念法 念念阿佛呢 整個走了出去 問問一下 老法師拿鎖匙 所以呢 這個門呀 鎖呀 藥呀 全部都是假的 我們變出來的 我們可以變出來的 我們可以變出來 不過我們的力量不夠 去改他的 你要用你的念力夠的時候呢 你可以變走他 那他就沒有了 追追追 那些人追來喔 那接著呢 哇 一拼手 走去變成 化為烏有有 那當然不慈悲啦 就整個火星啦 所以呢 整個火星呢 他就不會追到來了 所以你可以用念力去化解一些東西的 不過我們這遊戲呢 吃飯午午覺看電視店 你就沒有去修行 沒有去研究這些東西 沒有去看一下那些力是怎樣用的 心力是怎樣用的 怎樣能夠用到心力 怎樣才可以做到 甚麼做不到 那了 rah 沒有去研究這些illion 特殊技能那些氣公司 走去研究這些東西嘛 所以呢 然后严生去医院哄那些小孩 因为小孩经常拿药吃 姑娘经常不得行 教小孩拿药 看着一瓶药 伸到手 那些药就在你的手上了 小孩真的做到 拿到药出来 在那里解散 再在手里组合 这句叫搬宏 搬宏 所以呢 如果有神通的不止搬宏 整个人都搬宏 移形换影 可以换个别的 那这些全部都是科学来的 不是的东西 不过我们在这个物质生活里面 就觉得好像不是我们变出来 很多东西都是什么 其实呢 不是就是不是我们变出来 因为它自己会移动的 就是业就令到它会移动 有人要卖东西给我们 有人要买东西 不是我们变出来的 洗衣机冰箱都不是我们变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买回来的 但是呢 有些人就争你的冰箱 整个冰箱给你 争你洗衣机 就整个洗衣机给你 但是呢 那些东西可以走的 那些洗衣机可以走的 你买了回来都可以不见的 因为你可以弄走它 我不喜欢这个 我换个别的 一年他就去了 白老回了 换个个生的了 那你一年就回来 有神通的 有神通的 没有神通没有文化 买了之后 坏了你都要弄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日常的生活 但是 现在的时候 你能够打坐 能够吹 能够将意志力集中 你就可以变走那些东西了 变成微粒 然后呢 再下去 所以我们做火供的时候呢 我们把那些东西放进去 将它放进火天的口里 那么就落到火天那里的莲花 一转的时候呢 变成无量的供养物 从毛孔那里流出 那你要供养什么 就供养什么了 因为它化解了 将它化成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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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它毛孔里面出 其实呢 就将它化成微层 化成微层的时候呢 再从你重生组合 所以你拿着七粒米 哎呀 师傅说七粒变十方 我怎么变十方啊 你七粒米解散它 变成无量那么多 充满十方的粒子 充满十方的粒子 再将粒子组合 我要面包 那些粒子就会组成的面包 所以呢 我们呢 这个科学家说 我们过三十年之后呢 就有粒米基了 粒米基在变野哦 什么叫粒米呢 我们现在有粒米枕了 买了给你们 粒米枕 粒米杯 粒米 什么都粒米 这个粒米呢 一个mm 就等于 一万个micrometer 这个微米 一微米 一个micrometer 就是一千个nalometer 这个呢 一个mm 就是十亿份之一 十亿份之一呢 如果一张地球粒米化呢 就是一粒波子这么大 所以呢 为什么要粒米呢 下面还有皮米飞米呢 还有一千个粒米 等于一个皮米 一千个皮米 等于一个亚米 这个小到无可在小的 地球已经十亿份之一 已经有粒波子了 所以菩萨呢 是拿着这个世界 收回走的 为什么呢 把粒米化就拿走 所以呢 这个大小呢 没有了 戒指衰微衰微戒指 没有东西的 没有大小的 你把粒米化就可以了 所以呢 为什么要粒米呢 就是说 这个病毒呢 一百个纳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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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病毒呢 一百个纳米更大呢 它就可以复制 一声 一个沙士菌 一只 它复制几十亿出来 一声就有了 不同凤绩 細菌呢 就凤绩 两只变四只 四只变八只 八只变十六只 一路凤绩出来 那些是有的 但是这一只 是变出来的 纳米更大 纳米更大 要什么就要什么了 你将这些 食物能够 变成一百个纳米更大的 纳米机 啊 他说呢 那个日本科学家 BBC的日本科学家 说我们呢 过三十年之后呢 不用去买东西的 我们要纳米蕃茄 我们跟着呢 做一只 我们现在按按按 这只蕃茄 多大只 多红的 够多餐吃的 按按按按 那它就会出来 其实这个呢 这个日本科学家 是傻的 其实人就是最大的 纳米机 由你的心里变的 因为你能够变到 它十个东西的时候呢 你就变什么就可以了 你捉一只蕃茄 把它打散到 变成十个纳米 十个纳米 十个纳米 我想要什么 接着他们形成 你的心力 你的心力是最大的 纳米机 所以 你说 我不相信 你是人 你是鬼你就相信 是不是 落到下面就相信 它要变什么就什么 不过 人是有 那个条件 束缚着你的 身体 束缚着你 这个束缚你的身体 是你经过定的时候 身体就不见了 你无我 正到无我 你没有这个粗蒙的身体 你就变成 微小的东西 这个世界就可以任你变的 所以 你有神通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可以 任你倒转来玩 都可以的 这个世界就怎么都可以 所以 只不过 现在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 吃饭饭 看电视 看电视 吃饭饭 上班 你没有那样的心机去做这些东西 如果你有心机去做的时候 你终之有一天会成功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任你玩了 所以 所以 这个是 这个是做到的东西 不过 不会做 所以这个世界是假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种子变出来的 所以我们下来有两个种子 一个是色化的种子 一个是心化的种子 所以 种子是骗宇宙的 整个宇宙都是一个种子 你说 哎呀 那我们的心可以骗宇宙吗 树穷参赛宏 骗十方 同样是62种粒子变出来 对吧 我要变就变 我猜不到个宇宙 有一出东西叫做 去到宇宙的边缘 宇宙是三十四点七亿光年 三十四点七亿光年 这个光要飞三十四点七亿 光一秒钟三十万公里 所以无控无尽这么多宇宙 那你的心就可以骗宇宙呢 那些骗不到就骗不到 你的心 其实你是可以骗的 不过你不骗的 你看到什么就什么 所以我的宇宙就是这么小 香港不是我的宇宙 你的宇宙就是在宇宙里面 我的宇宙就是在香港 去过美国没有 没去过 宇宙里面没有美国 但是它是有在的嘛 你不去而已 所以你的心骗哪里就骗哪里 所以不用怀疑的 你的心是骗宇宙的 你去到哪里就哪里 所以全宇宙都是个心 种子无长短大势之风 种子起现硬时 相分有见分而显示 故悉心分别一生 即尽涉宇宙 流传宇宙 无一法不在深色之中 种子里面有相分 就有见分而显示 有相分和见分 这个种子里面 见分就变成相分 有相分和见分 所以依此可知 所谓宇宙皆从阿赖耶色开始 皆从种子而变现出来 阿赖耶色自体有能生色心诛法的力用 有如草木的种子能生根芽 故称种子 所生的色心诛法 从这个种子起现行 故称现行 也受此力用未起故称种子 力用显起故称现行 成为色论药 始终何发明为种子 为本色 阿赖耶色 终亲自生果 功能差别 始于本色 及所生果 不一不二 体用因果 你应以而 所以这个种子就是说 我们宇宙 民事民物都离不开我们的种子 我们的见分 我们要讲三能变 由我们的见分 由我们的见分 生起的上分 由我们的见分生起的上分 我们的知见 又生起我们的外面的上 我们含藏在这里的种子 就会变成这个宇宙萌脈 见分上分 下一次还会讲的 因为你要四分 见分 这个上分 见分 自正分 政治正分 这个四分 所以我们要读维色的时候 就要知道了 这个种子 这个四分 那我们呢 我们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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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呢 这个宇宙萌脈 其实呢 宇宙萌脈 都是一体的 都是我们变的 那你就会怀疑了 哎呀宇宙这么大 为什么我们变呢 我们这么渺小 一粒色都不到 三十四点一 一光年 为什么这个宇宙 是我们的意识所变的呢 这个宇宙所传的东西呢 只不过是因果来的 因果 有因必有果 那你流转 无数劫 你现在不要以你现在一个人啊 这个呢 是千古 千古 活人 你是活人 现在不是活佛的 千古活人 所以你无数劫以来 做了很多因果 这个因果是骗满个宇宙的 你不要怀疑 为什么我个人工微小呢 为什么整个宇宙都和我有关系呢 因为你的因果就是骗个宇宙的 为什么骗个宇宙呢 我们就不是人 不是地球 你上一世不是地球 你可能上一世是火星的 你可能是金星 木星 冥王星 在宇宙的边缘 你上一世在宇宙的边缘 白矮星 所以此界坏时 寄生他界 寄生到来这里 所以整个宇宙就是你的因果 你不要怀疑 为什么我这么渺小 为什么宇宙是这么大 为什么和我有关系呢 宇宙真的和你有关系 你整个心里是宇宙 也是和所有人有关系 和所有的众生有关系 因为众生是同一个宇宙里面 所有众生都是负为因果 所有众生都是做过你爸爸 做过你妈妈 做过你仇人 做过你的人 所以就是大家负为因果 不仅仅是人类 而是天 例如28天 有陆导 有地獄 阿修罗 又有金星 木星 土星 因为这个密质世界里面 有无量的星球 白矮星 什么猎人座 白人马座 金牛座 这些全部和你有关系 因为你不知一生在金牛座住过 你这一世才做人 来到人类 来到这个地球 以前可能在第二个星球 所以你这个星球 我们还未找到人类 你找不到 不是等于你找不到 科学家笨 他看密质 有些人是不在密质里面 你去找密质 密质当然不只是人 人就是密质 第二个宇宙都一定有密质 但是要飞多久才找到呢 你现在四光年才飞出银河系 你要四光年 四光年都飞不出银河系 你现在只是去火星 飞几十年 你飞四光年 所以你要想办法 想办法飞出去 才可以说 有没有其他生物 所以我们真的是骗宇宙的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渺小 我们是整个宇宙跟我们有关系 因为为什么呢 宇宙住了我们的冤家债住 所以我们是无心 穷心制惑骗十方 整个宇宙就是你的舞台 你不只是这个 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 整个宇宙就是你的舞台 整个宇宙跟你有关系 所以我们总止骗一个宇宙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一次呢